在東信國小校長帶動下 基東市議會校連議長 童子偉和市議員陳怡 帶領小朋友們一起大跳健康操 雖然戶外下大雨 室內卻充滿陽光和朝氣 基東市信義區東信國小舉辦 歲末連歡才藝大會 展現小朋友在校學習的 各項才藝 基東市議會議長童子偉和市議員陳怡 以及信律里長吳明達等人 應邀出席參加 小朋友和家長 幾乎集滿整個禮堂 非常熱鬧 議長童子偉強調 會繼續支持全市各國小 打造為特色學校 讓小朋友們都可以好好學習 曾樹華校長過去在暖江的時候 就把暖江的小朋友訓練得非常的好 讓暖江呈現一個非常朝氣蓬勃發展的狀態 我相信在曾校長帶領的我們師生 所有團隊之下我們東信國小未來也會有一個嶄新的面貌 那東信國小過去也有非常優秀的傳統 培養我們很多優秀的人才 我們希望接下來我們會持續的重視全市各校的發展 讓全市各校都有一個不同的特色 讓我們的小朋友也有很好的環境 然後我們會持續努力 本身也是校友的大學姐陳怡也表示 很開心回到母校欣賞小學弟小學妹們的表演 更感謝家長們的支持 讓東信國小不斷進步 今天陳怡很開心回到我的母校東信國小 然後看這些學弟學妹們的歲末表演活動 因為我知道我們東信國小的這個國院的相當的出名 然後今天也是回到母校看看這些學弟學妹們 然後也感謝家長的支持 學生家長聯盟總會長李靖雄 感謝野力挺家長會和學校 持續辦理好各項教學活動 給孩子們最好的教育學習課程和環境 因此特地製贈大紅包4萬多元 給東信國小家長會 由會長潘亮成代表收下 也由校長曾素華回贈感謝牌 感謝對東信國小的支持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